看着东方菲儿付了钱,一脸喜滋滋的模样,少文轩也甚是高兴。 很明显的,他对药材有很深的研究,从年份成色到市场价钱都有着一定的了解。 少文轩却不知道,东方菲儿为着研究药材,不知道翻阅了多少禁书。 菲儿小姐,我认识几家不错的药材店铺,要不咱们过去看看。 少文轩含笑问道,好啊,你知道的,我是学药童的,哪怕不买,能够亲眼看看,也是好的。 东方菲儿忙道,这个是自然的。 少文轩一边说着,一边招呼他,方式人多,步行过去不太方便。 当即,两人直接从半空中漂浮过去了。 东方菲儿发现,采用他们这等漂浮术的人还真不少,乍一看,光怪陆离。 菲儿小姐,你这个是御风术? 少文轩出身皇族,自然是眼力不凡,一眼就看得出来,东方菲儿施展的并非是普通的漂浮术,而是高级的御风术。 只是他灵气浅薄,妙慢的身姿虽然看似行云流水,但也只能当作漂浮树涌,不能支持长久飞行。 东方菲儿点点头。 我哥哥教我的,只可惜我灵气修为低弱,所以…… 他摊摊手,无奈地笑笑,好好的眩光之舞被他当作漂浮树涌,还真是可惜了。 希望有空能够拜见一下令兄呢。 邵文轩试探性地问道。 哦,他最近有点忙。 东方菲儿随口敷衍过去,要见楚浩然,至少也得等着他闭关出来。 提到楚浩然,他在心底微微地叹息了一声。 到了,邵文轩明显有着失望,放慢速度,从半空中降落下去, 一边招呼东方菲儿,却发现他妙慢的身姿一直跟随在自己身后。 他这预风术果真不同凡响。 东方菲儿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 果然,这里的几家店铺店面都够大, 比刚才那个大叔的地摊不知道要气派多少倍。 而且,鱿鱼都是卖药的。 这些家的商铺店面前也有很多小地摊。 出售各色药材,价钱都还很便宜。 东方菲儿一眼看过去, 这一排竟然都是出售药材的。 这里啊,都是出售药材的。 凡是一些懂行的采药者, 也都会来这里摆摊出售药材。 邵文轩见状忙着解释, 你可以慢慢地跳。 真的? 东方菲儿大喜, 见状顺着道路两边的小摊, 一个一个地看过去, 但却有些失望。 一连看了十多家药铺, 居然只买到了一株三十年以上的红参。 橙色还不算太好, 一些乱七八糟的药材, 他也没兴趣。 好不容易在一家药铺上发现了三颗龙须草, 年份竟然不足十年, 这让东方菲儿差点没吐血。 龙须草本来是二级天灵丹的辅助药材, 但至少也得要十年以上, 不足十年只能够做普通的滋补药材, 完全不能够炼制灵丹的。 这个该死的采药师, 简直就是暴殿天物, 他就不能让他们多长个几年再采。 哎,菲儿小姐, 你瞧, 正当东方菲儿买手在各家药铺挑选药材的时候, 突然邵文轩惊愣地招呼他道, 什么? 东方菲儿好奇, 忙着抬头看过去, 只见邵文轩正指着对面的一家药铺上的一株特殊的植物询问。 东方菲儿看到那东西后, 也不禁呆了呆, 那是一株莲花没错, 表面形态和普通的莲花没什么区别。 天生, 这株莲花竟然通体漆黑, 只有花蕊却是鲜艳的红色。 红心黑莲? 东方菲儿皱了一下眉头, 红心黑莲是药材没错, 他在锦书上看过相关的记载, 但问题是, 这红心黑莲并不能炼制普通的药材, 据说只有修魔者才会用到红心黑莲。 当然, 锦书上对于这个也是语焉不详, 所以他就更加不知道如何炼制修魔者的丹药了。 我们过去看看。 好的。 邵文玄点点头, 对面药铺的主人是一个很普通的青年人, 东方菲儿略加问了几句, 他竟然不知道这红心黑莲有什么作用, 只是见着长着古怪, 因此踩了回来, 放在药铺上作为吸引人眼球的噱头。 听得东方菲儿要买, 那青年倒是豪卖得紧, 笑道, 你如果买我别的药材, 这个就作为赠品, 虽然不怎么好看, 但好歹是花对吧, 我还是愿意把它送给漂亮的女孩子的。 东方菲儿文言只是笑笑, 这青年的样子也是个材料的, 药铺的药材也算充足, 挑了几颗年份充足的通灵草和紫竹果, 连同那颗红心黑莲, 青年人很厚道地只要了十两斤斤, 还一个劲地称赞它长得漂亮。 诶, 这, 这是什么? 东方菲儿信手抓过一根金黄色的腾罗, 不觉地问道, 这东西他竟然从来没有在什么锦书上看到过。 我也不知道, 青年人摇头, 这玩意儿就和那个黑色的莲花长在一起的, 总共就那么两株, 怎么样, 你要是喜欢一起拿去玩吧。 真的可以送我吗? 东方菲儿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但是金灿灿的, 看着很是漂亮, 尤其是那颗藤螺, 如今映衬着夕阳落日, 竟然散发出黄金一般的色泽, 有人的锦。 当然啦, 不过这个矮儿古怪的锦, 特别坚硬, 我的药铲差点都没蛇了, 普通的刀剑都难伤到它。 两株金色腾罗都有手指粗细, 长约一米左右, 上面没有一片叶子, 也看不出来是什么地方有叶饼叶脉, 似乎天生就是光秃秃的。 如果不算根虚, 东方菲儿都要误会, 这儿压根就不是腾罗。 最后, 他也没有占那个青年的便宜, 付了二十两金睛, 把红心黑莲和金色腾罗等物 一起收进锄手镯里。 再次感慨灵界锄带的好用, 以前人界的中草药 都要经过晾晒处理, 用以保存, 可这灵界就是不同。 储物袋里除了不能装活物, 别的东西装进去, 那个保鲜效果让东方菲儿 敬为探指。 鲜花水果等物装进去是什么样子, 取出来还是什么样子, 用来保存新鲜的药材, 自然是不在话下, 否则炼制丹药需要提取药液, 像人界的中草药 最后都把水分汁液晾干了, 哪里还有什么药液提取。 而如今东方菲儿手里的那两根金色铜锣, 摸上去也是干巴巴的, 似乎没有一点水分。 先生, 你这个是用储物袋保存的吗? 东方菲儿问道, 哎,你放心, 这些药材都是用储物袋保存的, 刚才才拿来, 新鲜度可是绝对不用质疑的, 我每年方式交流都出来出售药材, 这一点完全可以保证的。 青莲笑道, 东方菲儿抿嘴一笑, 想来这金色铜锣天生就是这样干巴巴的。 菲儿小姐, 你们也在这里。 东方菲儿正言就着那金色铜锣, 文言转身, 正好看到胡萧南和月玲珑月峰玲两姐妹一起走了过来。 真巧了, 我带菲儿过来挑药材的。 你买这些昂贵的药材做什么? 月峰玲扁扁嘴, 看怪物一样看着东方菲儿, 虽然他们都是学药筒的, 但是买药材必须要由储物袋收存的, 而且药筒是不会炼丹的, 买下药材根本就不会用, 将来给炼丹师做药筒, 自然有所在的门派提供丰厚的药材, 根本不用考虑这些的。 作为一个合格的药筒, 只要能够明确地辨认各色药材的橙色年份即可。 月玲珑就算了, 毕竟他找他麻烦是因为胡萧南, 这一点东方菲儿完全可以理解, 但对于月峰玲, 他却从骨子里透着一股子恨意, 文言冷冷的道。 火乐意, 关你什么事儿? 你该不会是看着少公子付钱, 故意乱买东西吧, 然后转手卖出去。 月峰玲冷冷地笑道, 凡是炼制灵药的主要药材, 市场上可都是价值不菲。 月小姐说笑了, 我倒是想给菲儿小姐买单, 可她愣是不让, 我这还挺受伤的呢。 邵文璇忙着笑着解释, 说吧, 还故意地摇摇头。 胡萧南忙着笑着打圆场, 菲儿小姐, 你买那么多的药材做什么? 口中虽然这么问, 心里却明白, 如果消息无误, 那么这个东方菲儿的哥哥应该是个炼丹师, 他买再多的药材也都在情理中。 买回去研究研究。 东方菲儿信口答道, 上了一个月的学, 他好歹还是知道的, 作为一个合格的药童, 精通各项药材理论知识不算, 还要学会采药, 甚至每一年的药童都会被派出去进行一次实地采药考核。 看了看月玲珑和月峰玲, 这两个娇滴滴的女孩子懂得采药吗? 毕竟药童不是用来做炼丹师摆设的, 如果一点用处都没有, 炼丹师要药童做什么呀? 难道就为了找几个容貌俊美的药童? 没事的时候好带出去, 装逼险呗。 肖南,我们去吃饭吧。 月玲珑见得东方菲儿就烦, 但她也学聪明了, 绝对不会当着胡肖南的面和东方菲儿吵闹, 留下一个杜妇的不良影响。 菲儿小姐, 刚才我过来的时候, 看到一家卖奇异争果店的店铺, 要不我们过去看看, 买一点回来尝尝。 邵文轩笑道, 有一些水果店是专门出售天南地北西奇古怪的珍奇水果的, 这些果实都罕进得紧, 而且价钱不菲, 没有储物袋也不能保存。 邵文轩对东方菲儿好奇得紧, 她身上竟然有着除袋, 或者更加高级的, 从她刚才购买药材来看, 她应该绝对有着这样的东西。 当然, 邵文轩是做梦也没想到的, 东方菲儿身上不仅有除袋, 还有着可以称得上仙气的除手镯。 东方菲儿正义回答, 猛不丁抬头, 却看到人群中一个熟悉的身影闪过, 冲着她做了一个手势, 她一呆之下, 顾不上邵文轩, 忙道, 邵公子, 我有点事情先走一步。 说着, 她已经急冲冲地向着那个刚才的人影追了过去。 邵文轩还没来得及说话, 胡潇南回头之间, 正好看到了那个人的人影, 不禁也呆了一下, 眼见邵文轩想要追东方菲儿, 忙道, 三殿下, 麻烦你陪陪风铃小姐, 我想要和玲珑单独谈谈。 好吧, 邵文轩忙着点头, 殷勤地要请月风铃吃饭, 月风铃也没有拒绝的意思。 而这里月铃龙闻言, 却是心花怒放。 胡潇南这个鱼木哥的脑袋, 今天终于开窍了, 这是这么直接地说出来, 她也不怕三殿下和风铃笑话。 风铃, 走吧, 我认识前面一家餐馆, 海鲜很不错的。 胡潇南一边说着, 一边向海鲜馆移去。 在海鲜馆里, 胡潇南要了一间单独的包尖, 点了月铃龙平时最爱吃的几道菜, 还特意要了一瓶果子酒。 月铃龙是越想越高兴, 他们这应该算是实际意义上的第一次约会, 想不到胡潇南这人平日里看着不咋样, 倒还蛮浪漫的。 玲瓏, 我想我们应该谈谈。 胡潇南轻轻地说道, 哦, 月铃龙满脸飞红, 他想要说什么, 难道想要向他求婚? 虽然这地方气氛不错, 不过这也太过简陋了吧, 好吧好吧, 也许他现在只是想要征求一下他的意思。 我想你也是知道的, 早些年我们两家的长辈曾经有过戏言, 说将来结为儿女庆家。 胡潇南淡淡地说道, 哦, 月铃龙一张脸更加红了, 果然他是为着这事, 他心中还是喜欢他的。 胡潇南并没有理会月铃龙想什么, 当即继续说道, 但是, 这, 这不过是长辈们的一句戏言而已, 做不了真的, 你也知道的, 对吧? 哦, 月铃龙红着脸点头, 看样子他是想要办一场订婚宴, 功不于众。 所以, 你我之间事实上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是我们两家世代交好, 走得比较近, 如今我们大家都大了, 也不能老闹小孩子脾气, 动不动就胡乱找人家麻烦。 胡潇南正色道, 月铃龙只感觉脑袋轰隆隆作响, 他, 他在说什么? 他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潇南, 你, 你说什么? 月铃龙惊愣地抬头看着他, 月铃龙小姐, 我说得很明白。 胡潇南正色道, 我们两家事实上没有婚约, 这个是我前天亲自找父亲证实的, 所以, 我和你也没有任何关系, 我愿意找哪个女孩子约会, 那是我的自由, 你也没有权力管。 说着, 胡潇南站起身来, 招呼过海鲜馆的适者买单, 然后转身向门口走去, 这些日子, 他实在是厌倦了月铃龙的脾气, 每次他想要找东方菲尔, 想要给他留个什么好印象, 都被他搞黄了, 甚至因为这个, 东方菲尔明确表示, 他不想招惹麻烦, 请他自重。 他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凭什么管他的私事, 他有着追自己喜欢女孩子的自由, 何况前天他特意问过, 在父亲隐约猜测到东方菲尔的身份后, 也鼓励去追求他的, 尤其是现在他背后还有着一个炼丹师呢, 还有今天在方式匆匆一顺的那个贵人, 东方菲尔竟然连那个人都认识, 如果消息无误能够和这样的人结亲, 对于胡家来说, 那是三生有幸, 必定会让胡家的事业更上层楼。 看着胡小南走出去, 月玲珑老半天没回过神来, 只感觉一颗心空落落的, 他竟然说, 他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难道他不知道这些年在他心里, 已经把自己当成他的人了,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他? 都是那个该死的东方菲尔, 如果没有他的出现, 消南是爱他的, 他有哪一点比不上他了? 却说东方菲尔跟着那个人追了出去, 不料眼错之下, 那人竟然踪影全无, 他呆了呆, 大量着来来去去的行人, 心中有着一种古怪至极的念头, 难道是他看错了? 可是他记得很清楚, 那个人就是那天晚上在水晶宫救了他的人。 小姐, 就在东方菲尔发呆的时候, 魏文博不知道从什么角落里面冒了出来, 摸着头上的汗水, 微微发福的肚子圆鼓鼓的, 一张胖乎乎的脸上, 笑得眼睛都要找不到了。 哎, 你怎么在这里? 东方菲尔好奇地问, 哈, 那个主人在一国馆等您呢。 卫文博忙着微微攻身道, 一国馆? 东方菲尔一愣, 抬头四处看了看, 没见到这附近有什么一国馆呢。 哎, 小姐, 您哪, 随我来。 卫文博一边说着, 一边招呼东方菲尔走了过去。 第三十六集, 完。